要請來到我們的紅塔中央 尤其我們的李逸小姐桌上我們的關鍵慈善 對 证明了榜样的力量 2020腾讯娱乐白皮书 口碑价值艺人 李一峰 恭喜李一峰 有请李一峰上台接受荣誉 手部消毒先做好 好 好 好我们接下来有请黄总来为李一峰颁奖 我们走到舞台中央 来有请两位一起来合影 再次的恭喜李一峰获得了2020腾讯娱乐白皮书 口碑价值艺人 谢谢黄总 请黄总先落座休息 下面我们请峰峰先发表一下感言 首先感谢腾讯新闻 还有白皮书给我这个荣誉 希望 后面的时间能够 拍更多好的角色 然后有更多 好的作品 带给大家 谢谢 风歌好沉稳啊 已经从风风变成风歌了 这个 没有我还是风风了 还是风风 过去的2020你觉得对你来说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意义 哇 过去这一年其实对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挺不一样的 而且现在也还是在不一样当中 从去年一直休息到差不多五月份才开工 工作 对 然后 已经算很幸运的了 因为还有很多可能在去年面临着失业啊 然后或者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所以真的是希望2021年能够疫情赶快的结束 然后大家的生活工作都能够真正的回到正常 然后 也希望现在大家也不要 放松 灰心丧气 还是要注意 做好防疫 好 所以其实我们当时在横店见的时候 那时候真有一种久别重逢的感觉 是啊 就是感觉已经春暖花开的那种感觉 所以其实粉丝们应该也非常想看到你的最新的一些作品 那么他们对你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好 来 开始 你来喊停 停 从小被夸帅到现在被夸腻了吗 现在最小听到的表扬是什么 其实 不会腻的 因为每一个阶段都不一样 希望每一个阶段都是帅的 然后每一个阶段都夸我很帅 我就 我觉得就非常非常的开心 这你放心 就是娱乐圈一直更新换代 你一直在我那个帅的排行榜当中名列前茅 哇哦 那这个已经得到肯定了 最现在最想听到的表扬是什么 我觉得人不能忘记自己的初心 嗯 还是希望听到说我帅 不忘初心 帅气到老 是吧 对 好 希望明年你能拿到我们的 2020 2021年的腾讯娱乐白皮书 最帅艺人的奖项 好吧 多拿一点吧 多拿一点 好的 期待风风新年的新作品 好吧 谢谢 谢谢谢谢蓬蓬 来 请罗座